大家好 我是陳燕營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好 節目一開始同樣邀請四位朋友 在網絡上頭YT頻道 也可以搜尋新聞大白話直播 記得在我們的直播連結幫我們按讚 同時把連結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看到 另一個部分則是要跟您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節的來賓了 首先要介紹的是前助理大使傑文吉 燕營好 大家好 以及政大國關中心教授唐曉辰 燕營 貴婚好 前雄三飛彈總工程師張晨 燕營好 大家好 一開始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他終於結束了這一場訪問了 我想很多人都鬆了一口氣 這個是美國總統拜登 拜登這次到中東來訪問 當然先前也是因為 曾經在選舉的時候 講了人家很多的壞話 這次四天訪問 為的是能源問題 希望可以多開一些些的 石油產能 同時他也強調了 未來他還會繼續參與 中東事務 是不會一走了之的 可問題是在講話的時候 老先生又口誤了 來聽聽他說了什麼 無私講成自私這真的是口誤 我相信他是口誤 可是問題是更尷尬的是什麼 剛剛是他在峰會上頭 可能是真的不知道有沒有一點時差 或周車勞頓問題 差一點點就睡著了 結果這樣的畫面就在網絡上頭 瘋傳 大家都在說拜登真的辛苦了 可是問題是這一趟 辛苦的不是只有開會 還有說話而已 辛苦的還有面對媒體 好 當然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他先前講了很多話 包括什麼 包括了這個記者哈少奇事件 他們說要當面的來跟王廚講說 這個事情是人權問題 他要提出來 結果在被記者問到說 可是你跟王廚碰權的時候 你怎麼能夠確定 哈少奇事件不會再發生 他竟然嗆人家說你這個問題好蠢喔 是多蠢的問題 好 可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要講的是 真的問題是在於記者的問題 還是在於本來拜登 你的態度轉換的有點太快呢 好 現在他說他希望在中東這邊 也缺一個中東版的北約 亞洲版北約之後要中東版北約 同時他還講了 他們的政策就是什麼 是要跟他建立夥伴關係啦 要能夠嚇阻啊 要能夠一起來做外交價值整合 但是人家講了 你想跟我當朋友 我不一定想跟你同一個聯盟啊 像是伊拉克就直接告訴你 我們不會加入任何的軍事聯盟 阿聯酋這邊的也是直接講了 說什麼集團對抗 都不是我們的險象 好 看起來就是在沙國這邊 不斷的被洗臉 好 同時呢 他也想要釋出一點他的善意 可這個善意有用嗎 來看到的是 紅海有兩個戰略小島 好真的是 平常呢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這個呢 叫做地朗 還有塞納菲爾 他的重點是什麼 他重點是連接紅海 還有地中海中間的這個蘇伊斯運河 算是重要的要塞 好現在呢 這兩個小島呢 拜登說要把他移交給沙國 本來是歸埃及的 現在要移交給沙國 說呢希望可以讓他們美國在中東 佔有一席之地 可是人家好像不太理他耶 原因是因為這一次去呢 基本上有很多人是有意見的 他要跟中東好 他感覺呢他必須要對著伊朗來 好可問題是呢 伊朗這邊就有人直接氣到燒美國國旗 好同時呢大家也要問了 你要跟伊朗的核談判 現在是不是也已經又陷入了僵局 那你先前講了 說中東這邊呢不會讓中國 不會讓俄羅斯還有伊朗去填補這個真空 可是紐什就認為你這樣的講法 對於阿拉伯國家來說 感到的是更加不安 甚至還有人講了 說這一次的這個BBC說 你可能寧願不要拜訪中東 因為這一次的行程反而破路了 你影響力正在縮小的事實 請教大使了 本來是要說我為了我的美國人民 來出訪中東 我為了大家爭取利益 結果反而好像反而被潑了一盆冷水 對其實拜登這次去本來去 尤其去沙烏地阿拉伯 我覺得對他就可能會是毀譽參半 因為他前面曾經對於 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 現在這個王储也是實際的掌權者 沙烏門他曾經語出重言 說人家是賤民 對 那最主要他是因為他們美國政府 當時調查的結果說 這個沙烏門這個王储 涉嫌去就是謀殺了一位 哈一位這個一位記者 哈少吉事件 哈少吉事件 那當時拜登義憤填膺 哇 簡直是這個 好像是這個主持正義嘛 他就 人權代表 人權代表 亦正言辭 哇 講了重話 這次不遠天裡迢迢而去 然後呢 又不得不跟沙烏地 這個現在的世界統治的見面 所以他在道德上 就是一個怎麼講的 就會讓人家覺得 他怎麼這樣 前面說的這麼冠冕堂皇 後面這麼卑躬屈膝 所以有人說他就是說 他是去復經請罪 因為他這次有求於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他要挽救國內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通貨膨脹 物價不斷高漲 他希望沙烏地阿拉伯 就多產一點油 然後這樣子讓這個 國際石油的供給 彌補到 因為俄羅斯石油的這個 這個被制裁 這樣這個國際油價可以 往下降 所以真的就是說 你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那問題就是說 沙烏地阿拉伯為什麼讓他去 基本上沙烏地阿拉伯 基本上還是以伊朗為最大假想敵 那所以你今天美國 既然是要一起來對抗伊朗的話 沙烏地阿拉伯也不會 這麼這樣的介意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是要做給沙烏地阿拉伯老百姓看 你看這個美國總統 過去居然敢批評我 現在我就叫他好 千里迢迢從美國坐飛機 跑到我沙烏地阿拉伯 你看 來跟我致敬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事實上他的媒體 他是完全掌控的 你拜登你只要坐了飛機 跑從美國 跑到沙烏地阿拉伯 隨便你怎麼講 那沙烏地阿拉伯就認為 他是外交上的真理 我沙烏地阿拉伯還是很有分量吧 你這個世界的最強的國家 總統你還是要來找我 瞧事情 不管怎麼樣 那不過沙烏地阿拉伯 事實上我覺得 他們這個網儲 這個整個的政府 在外交上 是非常成熟 非常成熟 非常有技巧的 事實上他們唯一的 手上的這個工具 就是他們的石油 可是他用這個石油 沒有被別人控制 反而去影響國際政治 就是因為他的靈活性 因為他六年前就跟這個 中國大陸就開始談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樣子 將來賣到 中國大陸可以用人民幣來付款 買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整個的百分之四分之一 是賣到中國大陸 所以就要談這個 談了六年 事實上沒有談成 今年初好像要談成了 是 那這個談成會讓美國蠻緊張的 因為美國這個美元的霸權 在這個目前靠著石油美元 大家這個買大宗物資 都是用美元 所以美元的需求量大 如果大家都不用美元了 改用這個本幣 改用人民幣 改用這個盧布 那美元就漸漸的影響力就下降 美國現在國家說實話 能夠跟人家比 能夠在這個國際政治上 跟人家一決辭雄王 除了美軍之外 美元是它最大的武器 經濟武器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就用這種 政治上用它的石油 它不會把自己限死 它不但跟中國大陸談這個 跟俄羅斯關係也很好 對 那麼跟國際強權都很好 所以你美國一個國家 想要去跟它 想要整它 想要跟它如何如何 人家立刻可以用別的力量 把美國的力量好 最後逼著你 美國總統 必須要千里迢迢到沙烏地 去跑這一趟 談什麼呢 就談石油 增產一點而已 是啊 對 那事實上我看了很多報道 好像沙烏地阿拉伯 也沒有答應什麼 沒辦法 我們半時沒有辦法 每天超過一千三百萬頭 對 就是說你來一趟 我借你 已經給你很大面子了 那這些石油增產的事情 我們再繼續談 看你拜登表現的如何 所以我是覺得 國際政治並不是因為 並不會說 你國家大軍隊強 你就可以 一定為所欲為 你像沙烏地阿拉伯 這種政治手腕 你有時候你真的 不得不佩服他們 是 其實這一次拜登 就像剛剛大使講的 他是去 希望能夠把這個事情給喬好的 畢竟他現在在國內 石油價格飆漲 他年底要選舉 你怎麼選呢 大家民怨這麼高 所以他希望能夠增產 剛剛講了 沙國王儲已經告訴你 不好意思 沒辦法 我們現在暫時沒有辦法 能夠達到你的需求 但是美國其實 是有釋出一些橄欖枝的 請教工程師 因為他現在說 要把鴻海兩個戰略小島給沙國 這邊確實是有一些經濟戰略的意義 但問題是看起來目前好像沒有什麼用處 是他搞錯方向了 還是說其實沙國他們自有其他盤算 我們拜登去的確像介大使講的 他重點就在選舉 選舉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錢 所以為什麼要去以色列 就是跟猶太人 猶太人的母國 把關係搞 因為我以復以 我重返中東的姿態 我可以 伊朗問題 我來解決 大哥解決 你記得 錢 我們要選舉 第二件事情還是錢 人民的通貨膨脹 那這部分剛介大使已經做得很清楚說明 我就補充說明 就不補充了 好 那你剛問我說這兩個小島 我們來想一下 這兩個小島 很重要 但是對沙奧地阿拉伯重不重要 沙奧地阿拉伯的油 經過蘇伊士銀河走紅海 這兩個小島對它很重要嗎 好像沒那麼重要 所以你剛講得很清楚 它是不是搞錯方向 所以它本來想做的一件事情是 就叫第一個 石油能不能增產 解決我國內 因為 因為 俄烏戰身所引起的 人員戰 通膨的問題 第一個他想做的 第二個呢 他想去做所謂的 以伊朗這個家想敵 然後 看能不能把以色列這邊安撫好 所以他做了一個動作 這上面有提到的 就是說 他做一個聯合防空系統 聯合反彈道飛彈系統 聯合反彈道 當然要把以色列用去 看那個中東地區國家 能不能整合在一起 這兩個國家就講不要 伊拉克一定說不要 你打我打得那麼慘 你以前把我搞得這個樣子 我怎麼可能跟你說好呢 這很清楚嘛 這一定這樣子嘛 雖然兩億發生過戰爭 但對伊拉克來講 我還記得你怎麼修理我的 所以在這個大架構 基本上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基本上拜登這次去是完全失敗 但是我還是要稱讚他 為什麼要稱讚他呢 很少有人願意面對自己 曾經說過的話 做過的事 尤其政治人物 我們最近有一個論文門的事情 就是這個樣 很少人願意認真的去面對他 我常常講誠實是政治的基礎 但美國人也不太誠實就是了 但他敢去面對一個 他曾經批評過那個沙勒曼 說他是殺人兇手 是什麼劍民 講得很難聽 對好難聽 然後他敢去面對他 純粹為他現在目前的政治利益 就是為了選舉我可以去面對 因為這我要稱讚他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 然後他也想做一件事情 就是當伊拉克部隊 就是美軍從伊拉克撤軍之後 美國在東東地區 基本上是沒有軍力的狀況之下 他仍然想重飛 重返中東 這個勇氣夠強 真的夠強 然後提出一個虛無飄渺的 什麼整體防空系統 那個真的虛無飄渺的東西 我也蠻佩服他 他竟然有這個勇氣做這件事情 但我們要看的是下一件事情了 是 大家都知道 馬上拜登前腳走 後腳要去中東的是誰 普丁 要去防衛伊朗 好 那這邊雖然講說 不允許其他國家去介入 這句話很有趣 你不允許國家介入那你重返 你重返中東幹什麼 他接著普丁要去了 普丁去跟伊朗 現在在伊朗 在整個中東區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伊朗核協議的問題 對 這也是個笑話 伊朗是一個石油產油國 他竟然需要發展核電 誰相信啊 基本上我也不太相信了 所以他用發展核電的理由 來發展他的核能 所謂的核武器 這個就是核協議的背景 好 對伊朗來講 他在核協議 有某種程度的基礎 瓶頂在那邊 那這個時候 普丁去 會給伊朗什麼幫助 其實 我們大家都看得出來 好 在這個結構之下 到底誰要重返中東 更有趣的 剛剛提到中國這個事情 是 中國很神奇 在伊朗 在整個中東這個地區 有什葉派跟遜尼派的 對峙狀況之下 沒有人跟中國不好 大家都跟中國大陸很好 可是反過來 我們看看 在中東這麼複雜的狀況下 大家對美國是有好跟不好的 好 在這麼一個結構下 其實中東地區 將來怎麼發展下去 我們可以慢慢看之外 更重要我們要談談 伊朗這個國家 拜登這一次好端端的 用了一個假想敵伊朗 我們知道在1997年 有一本地緣政治 很重要的書叫做大棋局 布勒金斯金寫的 他預言以後 世界地緣政治怎麼發展裡面 其實現在的烏克蘭戰爭 在他預言之中的 他在整個地緣政治分析裡面 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歐亞大陸絕對是決定 整個地球政治活動的核心 那歐亞大陸有三個國家 當他們合成一團的時候 那就是 美國勢力要開始 往下降的時候 哪三個國家 俄羅斯 中國 跟伊朗 好 現在拜登很有趣啊 在歐洲 把俄羅斯當作敵人 在亞洲 把中國當作敵人 到了中東 他又自己幫伊朗 把他當作敵人 那這三個人不是 越走在越走一起了嗎 那伊朗最近也提出 他想參加金磚國家的組織 他想參加善河會議 這不是剛好就這幾 剛好另外兩個國家在一起的地方嗎 那美國 現在還是個強國 一個大強國 我們不能忽視他 不管在美金或者美軍上面 他大強國 但是他的朋友越來越少 又幫自己的對手 獲得一團的狀況下 他將來對所謂世界政局 他到底還有多少影響力 我們真的好好觀察一下 好 不是朋友 很有可能就是敵人 大家當然是希望朋友多一些 可是呢 要請教唐老師了 現在看起來 拜登就講了 他絕對不會讓中國俄羅斯 來填補中東的真空 好 現在這一次 這個訪問 大家都講了 你基本上就是 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另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中東版北約 剛一個亞洲版北約 已經被罵翻了 又來一個中東版北約 好像也很不受歡迎 我接著兩位 來把目前中東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來用這個紙板 跟大家說明一下 美國跟以色列是好得不得了 這個我就寫了一個極好 美國跟伊朗呢 是極壞 那以色列跟伊朗呢 也是極壞 壞得不得了 是 那美國現在去訪問這個沙烏地 他們這兩個關係開始鬆動了 那沙烏地跟以色列的這個關係呢 也開始鬆動了 而沙烏地跟這個伊朗的關係呢 大家注意啊 也開始鬆動了 他們兩國呢 一個是這個什葉派 這個是什葉派 伊朗是什葉派的這個領導人 那這個沙烏地呢 它是這個迅尼派的這個領導國 那這兩個其實是世仇 可是呢 現在呢 稍微也有一點點鬆動了 並不是說像以往那樣子 完全的這個對峙跟對立 那所以說從這個圖表可以看得出來呢 現在這個美國的這個角色啊 在這個整個的中東地區呢 它確實面臨到了一個非常非常尷尬的這個地步 第一個 它跟這個沙烏地啊 我們想這個剛剛已經講了很多啊 一個是人權啊 一個是石油啊 還有一個要賣武器 那你賣武器的話 那你如果說這個美國賣武器給沙烏地 那當然以色列這邊就有意見了 以色列就會抗議了 那現在那個還有剛剛講到的這個伊朗 以拜登這次去呢 又跟以色列簽了一個協議 說我們共同對付伊朗 伊朗絕對不可以有核主武器 這個問題呢 在伊朗的這個問題呢 我們知道在201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簽了一個核協議 總共有六個國家 聯合國的五常加上德國 總共簽了這個六個國家 而這個協議啊 我可以在這邊非常 有證據的來跟各位說明一下啊 這個跟台灣有直接的關聯 而且非常重要的關聯 是 直接的跟重要的關聯在哪裡呢 是說當時我們剛講啊 這個六個國家跟 伊朗簽了一個核協議啊 就是說 伊朗你不要發展核主武器 逐步放棄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這裡頭我們就要看 這個整個協議當中 到底是誰出力最多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講 2015年 西方四國 德國 英國 美國 法國 這四個國家 都是制裁伊朗的 同時也是制裁俄羅斯的 那中間只有中國大陸 他跟當時的西方國家 跟俄羅斯跟伊朗 他都是關係非常密切的 那所以說整個的這個 伊朗的核協議呢 根本就是當時的外長王毅 他一手促成的 等到他促成了以後呢 美方那個時候是 是拜登 不是拜登 是那個那個歐巴馬 歐巴馬呢 他感激涕零 結果呢 這個問題就等於說 中方先替美方 做解決了一個大問題 而美方的回饋是什麼呢 是回饋小英 2016-520的 他的這個演講稿 是 好 那下一半我再繼續來說明 好 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哪些古蹟話題 好 我們說這個星期呢 還有一件大事情 這個是7月14號的時候 太平洋島國論壇剛剛落幕 這次太平洋島國論壇呢 大家說美國是不是又開始 在太平洋這邊活躍起來了 來看到他們的副總統賀錦麗 這一回是7月13號 在這個論壇上投視訊演講 他講什麼呢 他說美國要在這個地方投入6億美元 來抗衡中國的影響力 同時要在東加 還有吉里巴斯開設新的大使館 好 你會問 為什麼挑這兩個地方 其實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先前呢 在這邊南泰最大的消息就是 中所的合作協議對吧 好 那個時候呢 美國一直說 很有可能下一個就是吉里巴斯 好 所以現在先下手為強 而另一個重點就是 吉里巴斯距離夏威夷美軍印太司令部 3000公里 飛機4小時就會到了 加上呢 先前我們看到了 他們一直覺得中國呢 現在跟吉里巴斯好 就是要整件美軍的廢棄機場 嗯 怎麼可以整晚放棄 所以現在呢 趕緊再回首南太平洋地區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東加了 東加這邊新設大使館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先前呢也是跟中國走太近了啦 2006年那個時候東加的政治騷亂 說只有中國呢 願意幫助他們來做重建 然後那個時候呢 說跟中國借了1.12億的美元貸款 他們總統講啦很擔心啦 以後會被中國接管 所以呢 現在他們呢 也要開始美國要來介入 也發現BBC呢 發布了一個消息說 你看看 南太平洋島國現在要一起來面對 中國野心 好他現在呢 跟我們這麼好 肯定是有政治意義的 但是其實同一時間我們也知道了 雖然說呢 這個太平洋島國論壇 中國沒有加入 但是呢 就在7月14號他們的最後一天 中國呢 他自己辦了一個對話會 叫做第二屆 中國太平洋島國的政黨對話會 好 單獨的做政治對話 結果呢 發現很多人都有出席 甚至呢 島國論壇主獎人士 萬納度 哎 台灣邦交國耶 也在會議當中 也跟中國很友好 2019年 索吉跟台斷交 現在又有一個萬納度 外交部到底有沒有好好的掌握 這個訊息呢 其實在南太平洋這個地方 可能最緊張的就是澳洲了 好 澳洲先前講了說呢 所羅門啊 這些地方都是我們家的後花園 怎麼現在中國親門打後 來到我家後花園呢 他們本身呢 先前因為他們的總統關係 所以呢 確實跟中國也不是太好 好 現在呢 換了一個新人來管理 但是 怎麼好像 他們雖然說呢 有要想要遞出橄欖枝 可是呢 讓中方覺得說好像沒什麼誠意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房長 前房長打頓 還是一直在講囉 說要趕緊來抑制 中國快速的軍事擴張 但是 經濟上頭其實 蠻誠實的 好 來看到的是呢 現在呢 說最大進口國 澳洲第一批的人民幣結算鐵礦石 已經運到大陸來了 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是跟著美國老大哥走的話 你怎麼能夠接受人民幣結算鐵礦石 這不是完全違反了老大哥的 經濟利益了嗎 政治利益 哎 你有沒有把老大哥放在眼裡呢 那一件事情呢 則講了 說其實呢 當然啦 鐵礦可以收人民幣 重點就是 哎 中國在2022年的時候 他進口的鐵礦石是11.2億噸 其中澳洲的部分就佔了六成多耶 那這麼好的一個賺頭 為什麼不賺呢 你也要問 如果連澳洲都開始用人民幣結算了 美元霸權 他到底還能維持多久 其實在錢 在利益之前 每個國家當然都是要尋求各自最大的利益 為他們的人民負責嘛 來看看 澳大利亞的煤炭 好 這是大陸的網易的報導囉 講說呢 事情大反轉 本來呢 已經從49跌到3% 哎 現在又開始有了轉機 最主要原因就是 大陸又在進口了 好 先前為什麼從 將近一半跌到3% 啊 當然就是因為中澳不友好嘛 交惡了嘛 啊 但現在為什麼又進口 好 幾大原因解釋給你聽 第一包括了 其實呢 中國這邊 因為俄羅斯被制裁的關係 他需要 多一點的多元化產地來源 再加上現在很熱嘛 用電量很大嘛 需求多嘛 然後呢 就是做個人情囉 看看你澳洲 哎 知不知道 其實呢 為了你自己好 for your own good 怎麼做 才是對的 好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鋁電池的這個需求量呢 其實也是很高的 好 今年的一到五月 澳洲向中國出口的鋁灰石 也已經比去年同期大增了14.9% 好 中澳現在呢 又形成了緊密結合的產業鏈 哎 其實呢 看到這邊看到了礦石看到了鋁灰石 就連食材的部分澳洲牛肉啊 現在說呢 奮鬥了一整年 好像呢 還是沒有什麼起色 因為呢 你們先前是什麼 百分之75 銷往中國嘛 所以如果中國這邊 你沒有持續的在進口的話 澳洲牛肉當然就會下滑啦 請教大使 其實呢 在這一局 南泰這一局 澳洲先前呢 當然是踩得很硬啦 因為跟著美國老大哥走嘛 可是 經濟面前 好像為了自身利益 有的時候也是該低頭 比較現實一點 得低頭 對 因為經濟利益的話 休關老百姓的生活啊 你說這些什麼戰略啊 安全啊 都是一些政客嘴巴裡面在講的 很抽象 你也沒有看到 戰爭要立刻要發生啊 你也沒有看到這個 這個軍艦立刻要開炮啊 所以我覺得 這些戰略啊 安全啊 常常有的時候是蠻遙遠 蠻抽象的 可是像歐洲這種政治體制的話 他四年 他幾年要改選一次 原來的Morrison 事實上他是完全跟著美國走 嗯 所以跟中國大陸的關係啊 他等於說是 完全等於犧牲掉 他完全倒在美國這一邊 那當然是造成中國大陸 這個不管是政府跟民間 極大的反感 所以過去澳洲 其實在中國大陸的市場上 澳洲的產品很受歡迎的 結果就一夕之間就變成 在大陸的市場就崩跌了 那尤其這些農產品是 農產品的這些 這些說穿了就是說 你不跟澳洲買 別的國家也可以賣 是啊 像澳洲原來那個葡萄酒 在中國大陸 這個行銷的狀況非常好 可是一夕之間 就被 就進不去了 進不去以後 那就美國的葡萄酒 就把它填補了 紐西蘭的葡萄酒 對不對 智利的葡萄酒 南非的葡萄酒 就把它的市場 就給他拿走了 那他要恢復起來也蠻嚴重 可是對澳洲來講的話 澳洲本身很多這些農民啊 損失慘重 像尤其是這個葡萄酒產業 另外這些肉產品 因為這些牛肉啊 還有這些龍蝦啊 這些它都是比較 怎麼講呢 就是說它比較富裕的國家 才會大量進口 如果不是很富裕的國家 它是買穀物比較多 肉類是 吃飽重要 吃飽重要 尤其是牛排啊 好的 像我們台灣 我們以前小時候 牛肉也是很稀缺的啊 很有錢的人才吃得起 我們都很少看到牛肉餐牌上 東北台灣經濟起飛了 那大家就要吃牛肉 現在很多人還要吃牛排啊 好的牛排 那大陸市場 因為這些年來 非常非常的發達 這個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很多 所以對這些牛肉啊 龍蝦啊 這個進口量大到嚇人 那過去澳洲因為跟中國關係好 所以他銷中國大陸都很順利啦 可是Morrison 他因為他一面倒向美國 一起來抗中 結果整個澳洲跟中國大陸 這個貿易關係出現很大的 一個斷鏈的現象 那這也是造成Morrison 他這一次啊 競選連任失利 而且輸的蠻多的 他不是小輸 他是大輸 然後現在這工黨上來 當然寄取這個教訓啊 那一上來 他不會做180度的轉彎 可是你可以看工黨 漸漸希望跟中國大陸 在靖州和解這條路 雖然就是說 常常還有一些 好像感覺起來 好像不是那麼順利的啊 可是大的方向 我想現在的工黨 基本上希望拿回他們過去 他們的產品 在大陸的這個佔有量 所以一步一步的 在中國大陸改善關係 現在你看這個房長 外長還有這個貿易部長 都已經親自見了面 在談很多問題了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 這個關係慢慢在緩解當中 那澳洲的過去這些 在大陸市場上享有 很受這個消費者歡迎的產品 我想慢慢會回去 因為大陸對澳洲做的 也蠻有決心的 當時即使是鐵礦砂 大陸是真正需求的 也把對澳洲的鐵礦砂的 依賴把它降低 另找新的供應商 所以政治上問題如果搞壞的話 真的會影響到經濟 而且老百姓受苦最多 政經是一條線的啦 所以沒有辦法分不開 但是有一些現實的問題 他還是必須要來處理 剛剛講的是經濟層面 但對於澳洲來講 他現在外長房長追穿你的時候 還是踩得很硬 該講的話他們也都還是必須要講 原因是什麼 跟的還是美國老大哥 這英美老大哥 他在前頭帶著南太平洋 就你的管區 請教工程師 現在在美國這邊 他很直接的講了 他們要在南太這邊 再投6億元抗衡的就是 中國的影響力 甚至還要再開新大使館 我們這樣看 現在剛剛大使做說明 就是剛剛講房長 外長 貿易部長都已經互相互動了 可注意一個人 艾班尼斯嘴還很硬 所以我不會正面正視 所謂中國所提的四個原則 這不是問題 我們看動作 從動作我們再回來看看 軍事方面的問題 我們先看動作 其實中國跟澳洲的貿易上面 最重要就是鐵 煤 這邊講的鋁 還有農產品 這四樣東西 其實中國大陸在這幾年過程中 這幾樣東西都已經找到替代品 可是好巧啊 選舉完了就開始有互動了 表示中國大陸就告訴澳洲說 我現在遞出橄欖枝了 我以鋁為例子 因為鋁是中國大陸新能源車 就是所謂電動車很重要的一部分 整個人電動車裡面 電池的價位 大概佔整個電動車成本的40% 這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大陸在非洲那邊 已經找到很好的來源了 這個時候他幹嘛去跟澳洲講說 你的鋁我可以在 我們再買買看好了 就表示中國大陸已經在遞這個橄欖枝出去了 這個時候雖然Morrison 就是艾班尼斯還是很嘴硬 這是必須要演的一場戲 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所謂的中澳 到底怎麼搞壞的 其實中澳會搞壞呢 有一個背後的人叫做日本 日本有事沒事提出一個四方對話 就Court Court裡面把美日印澳搞進去了 講真的在這個之前 中澳關係可好得很 就貿易越走越高 習近平還去拜訪了 就去訪問了 結果 日本提出這個四方對話之後 把美國打醒了 對很不錯 有一個澳洲我們可以好好拉攏一下 那個時候 就講前任Morrison 就開始腦袋就開始不清楚了 所以為什麼他的防長會說 中國必須遏止快速的軍事擴張 講真的中國軍事擴張在他 關你澳洲什麼事啊 你們隔那麼遠 也不會影響到你啊 好 但是因為在這個結構之下 譬如說AUKUS 那是個軍事聯盟 四方對話是一個 算是商業的聯盟 一個對 但是AUKUS 可是軍事聯盟 是 AUKUS就真的把奧地利擺進去 好現在 澳洲人民已經有聲音出來了 說我們 他們的防長對美國的防長講說 我們不需要潛艦 我們不需要核潛艦 我們需要高科技 那老百姓也表示 反對黨也表示聲音說 這個潛艦很貴耶 我們將來如果買的潛艦 然後維持它 那很貴的錢耶 我們澳洲 才兩千多萬人 我們承擔得了嗎 這種聲音開始出來了 好 在這個時候呢 美國才想到說 他已經離開 南太平洋好久了 要關掉好多大使館 應該想停止運作好多大使館了 現在趕快醒過來 所以才開始說要投入 跟我們講六億美元 賀錦領 六億美元 看看中國的影響力 講真的 中國大陸對那邊的影響力 不是從軍事上面去的 而是從基礎建設過去的 這邊也要講到 東嘉的首相 其實東嘉的首相 已經在2019年過世了 他是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擔任首相 是前首相 他說那時候講的 東嘉還不完中國的貸款 很擔心因為東嘉 會被中國接管 但是不要忘了 今年2022年年初 東嘉發生火山爆發的時候 誰去送運二林送物資過去 就中國大陸 所以這是一個過去的一句話 所以他說 呼籲太平洋島庫要團結 面對中國的野心 從來沒有軍事野心 對過所謂的南太平洋國家 它都是基礎建設 或者你有難的時候 我去幫你忙 上次拿出來談 所羅門的所謂安全協定 到現在目前 所羅門自己講 安全協定裡面沒有軍港 我想也不會有軍港 為什麼不會有軍港 因為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目前的海軍 還不需要遠 到那邊設一個軍港做補給戰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他們003才剛下水 還該在試車 還沒有到要服役的時候 所以這整個期看起來 就是我剛剛為什麼提 提的四方對話 就是有類似剛剛在中東的形勢一樣 美國要設立一個假想提 叫伊朗 所以在東方就設立一個假想提 叫中國 大家團結起來去面對軍事威脅 他也不知道威脅誰了 因為他最容易威脅的 講真的就是東南亞國家 或者日韓 他有真的對日韓威脅嗎 他真的對東南亞國家威脅 軍事上幾乎是沒有 反而一直有投入了 就是經濟經貿的關係 甚至他把東南亞國家 變成一個完整的供應鏈 就是原料在中國大陸 東南亞國家做半成品 然後再回到中國大陸變成成品 銷到全世界各地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整個的格局裡面 剛剛我們提到在美國 在中東的部分 中國沒有敵人 美國朋友越來越少 老實在做這樣圖表的結構 一樣在南太平洋地區 包括澳洲跟西蘭也是這個結構 美國真的要小心了 好 美國其實現在他們也希望 先前確實這邊我疏忽了 沒關係 我現在趕緊回房 好 要請教湯教授的就是 其實中所 我們剛剛工程師也提到了 中所的安全協議 現在其實是美國來講 他還是覺得 怎麼會內部失旗了呢 甚至在7月7號 所羅門群島獨立日的時候 說他們總理蘇加瓦瑞 還只感謝中國 可是他明明跟澳洲也有簽安全協議 隻字未提提都不講 我從一個這個產業結構的這個角度 來分析一下 各個國家他們的這個利益所在 我們都知道 我們人類的世界上各個國家 他們都是先從 當然採集不要說了 先從農業 然後進入工商業社會 然後從工商業社會 進入金融社會 你像美國 美國工商業已經發展了很久了 而且金融社會 它也發展了很久了 如果說我們看它這個三個產業的 這個結構的話 農業只有1% 那中間的這個製造業 10% 所以說上次 這個COVID剛發生的時候 美國連口罩都沒有 它的製造業全部都幾乎都搬出去了 那最強的是什麼 就是金融服務業這塊 那中國大陸現在呢 它的這個工商業 已經有一些些的這個基礎了 所以說它開始要進入到金融業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面呢 跟美國就對撞了 因為以前 如果說你還沒有金融業的時候 你只有工商業 那你工商業剛好跟美國呢 是一個互補的情況 銜接上 它你們可以互助合作 你有金融業 你金融業可以到中國來 中國根本就沒有辦法跟你競爭 那你可以投資大賺其錢 那中方能做的是什麼呢 我把我的這個產業的這個 所有的產品呢 我賣到全世界 包括賣到你美國 你們也很高興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 一個國際分工的一種狀態 好了 我們把這個狀態呢 把它放在我們現在的這個 南太地區來看的話 那些島國 它還是處於農業狀態 它農業狀態可能慢慢慢慢 才進入到了工商業 那你這個金融業就根本別提了 那所以呢 他們所需求的 當然跟美國所需求的 美國所重視的這些利益呢 是基本上不大尬的 可是中方呢 剛好夾在中間 那所以說呢 他又有這個心 他想去幫忙你 那幫忙你的話 那當然兩邊一拍即合 那美國他看到這種情況 那他只有說 好了 那我要用強力的方式來打壓 那當然這個效果就非常有限 好 那我們等等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討論國際要事 好剛剛講完了南太平洋之後呢 我們來講講巴爾幹半島 因為最近中國在這邊頂紅的 好首先呢是在塞爾維亞 昨天呢說跟北京之間已經直航航班起飛了 好從北京呢直接就飛到他們的貝爾格萊德 四年來首次開通 九月的時候呢 甚至還要飛到天津去 他們的總統呢 武器齊非常的開心 說這個航線呢 會拉近了薩爾維亞還有中國之間的距離 其實呢 讓武器齊更開心的是什麼 是這一條啦 兇賽鐵路 兇賽鐵路呢 基本上也是中國建的 好那個時候呢 說要建這條點路不容易 他們本來希望時速160公里 可以提升到200公里 說歐美這邊呢 都沒有人說做得到 哎中國他說他可以做到 甚至呢本來是要蓋五年的 他現在呢說兩年就蓋好了 讓吳器齊很開心 最後呢是跟宣傳利的總理呢 這個奧班一起來乘坐開通後的首班列車 其實不是只有鐵路而已喔 還包括了這一個EGEO 763高速公路 好這個是塞爾維亞連接到 蒙特內哥羅出海口的重要通道 這個呢也蓋起來了 現在7月13通車 同時呢他那個時候是分五段建設的 這個能夠蓋起來說是被稱為 世紀工程 一舉在巴爾根半島那邊 打響了中國基建的名號 好所以現在呢說包括了烏干達啦 包括了莫山比克啦 包括了挪威啦 現在也通通都要做基建了 請教大使 一帶一路的這個基建還真的幫他們 打出了一些名號 然後做出了一些名聲 對 中國大陸事實上真的是基建狂魔 因為過去40年改革的開放 在中國境內 中國境內這種基建的速度跟的規模 就已經是算是一個奇蹟了 你光看那個高速鐵路的那個 這麼短短時間內做出來的這個總長度 超過全世界高速鐵路的總長度 那這個就是說會有留下來幾種能力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為什麼 在全球這個基建的這個事業上 處處都可以幫很多地方創造出一些奇蹟 最主要是這個能量存在 你在中國大陸這麼多基建 他培養的第一個人才 還有他在建設所所需要的這種器材 然後整個的運作的團隊 這些加起來 這個不是一般國家很快就可以有這個能量 所以他所謂的班主 這個技術 然後他所建立就是說要施工的各種機具 他都是一層套層套的 所以我今天比如說我在雲南做了一個高鐵的一個項目 那他這個在高山地區 在這種深郡峽谷 他這個班主他就有特別的 他特別的這種經驗跟技能 然後他需要的器材也是完全配套的 所以同樣的東西他可以搬到世界各個角落 那這種能量 事實上世界各國是沒有辦法跟中國大陸做競爭的 那另外一方相對的話 中國大陸整個對於這些國家 所需要做這種基礎建設的時候 他有配套的這種 這種財務的一種援助 有些國家他想做他沒有足夠財務資源 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他就有亞洲開發 這個亞洲銀行 這個叫一帶一路開發銀行 這個他就配套給你很多財務上援助 那事後還有事後的這個營運的服務 我看在非洲很多他蓋了以後 他還訓練當地的這個人 一起來加入今後的營運跟維修跟保養 是一整套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你看在塞爾維亞 在歐洲這些地方 因為跟中國大陸關係特別好 而且他也不太受歐洲的這些影響 因為歐洲很多國家保護主義很強 他還不願意其他國家 不是你中國進不去 美國也進不去 日本也進不去 那塞爾維亞跟匈牙利跟中國大陸 在歐洲來講是關係最好的兩個國家 所以你看這些基礎建設就很快 就進入這兩個國家 那這兩個國家他如果在中國大陸 在這邊展現了實際的很好的成效以後 我想他周邊地區 應該會有很多地方會希望 也有中國大陸的工程隊進去幫他們 做基礎建設 五哥剛剛必須要點出來講的這一點 就是你看看 他其實不單純是幫忙他蓋而已 他其實還會順帶提升他的公路建設能力 行教工程師換句話說 他不是只給你魚吃 他是給你魚竿叫你釣魚 沒錯 我們在CG上講的很簡單 把時速160公里的火車增加到200公里 講起來很簡單 真的很不簡單 我講第一個不簡單 火車他的彎 如果說那個彎的離心力超過的時候 你就是160公里 所以中國大陸可以把這個東西調過來 某種程度 這將近300公里的鐵路 很多地方是重做的 這第一件事 有些地方那個彎都是不能解決的 但你的火車就像我們的泰魯格號 他怎麼樣子用車廂 讓車體結構 對 來把它矯正過來 這些東西如果沒有中國大陸 他在國內的基建的基礎 他搬不過來的 這個不是說我要做就能做 是他們紮紮實把這個能力建起來的 所以在2008年中國大陸開始基礎建設 投資5000多億美金開始做 在中國大陸做 他第一個成果就是把一個全世界最大的自行車國家 變成因為有高速公路以後 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汽車國家 這個基礎建設的人力是絕對不可以忽視的 他經過後來一帶一路對外輸出 也幫助別人建立他自己的人力 就是剛剛您講的 不只給魚吃我還給你釣竿 我們現在要把重點看到中國大的新基礎建設 以前的這基礎建設 我們有人開玩笑講叫鐵工機 鐵路公路基礎建設 鐵工機 他們現在新基礎建設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如果大家注意看到五年計劃裡面 他們現在要做什麼 第一個做碳就是碳排放 這是他們基礎建設 這個將來全世界需不需要 需要啊 第二個他們做快高速通訊 需不需要 需要 第三個他們做什麼 做大數據 需不需要 所以未來的中國新基礎建設 給他們做成功之後 按照全世界的基礎建設投資 這樣對全世界影響是非常大的 其實我也想要問問唐老師 因為這個地方是巴爾幹半島 如果說巴爾幹半島 先前我們剛剛講的 歐洲很多地方進不去 但是靠著基礎 他就這樣一路通行了 對 因為塞爾維亞第一個 他1999年 他受到北約的轟炸連續78天 死傷慘重 所以說他對西方的這種態度 確實是有一些保留的 第二個他還不是歐盟國家 所以說你中方你要到那邊去投資 兩國談好了就好了 他沒有歐盟那邊的 譬如說你要公開的招標 你還要財務透明什麼的 一大堆的規定 所以說他們雙方之間的這種合作 確實沒有什麼外界的干擾 只要兩方談好就行了 另外中方的優勢 第一個它是有自然結構 它有洞土有沙漠有高山有河流 所以說在這麼大的服務員當中 他自己在建立他的基礎建設的時候 包括高鐵 他就已經練就一身功夫了 然後他的操作方法是什麼呢 我把我的團隊從上到下 一直從機械到螺絲釘 我全部一起搬到你那邊去 因為他跟當地跟外國人的交流不方便 所以說我把我整個的團隊 我全部都搬過去 搬過去的話 當然我就可以發揮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說就使得現在的塞爾維亞 他跟匈牙利之間的這一條鐵路 就已經成為整個的 在歐洲方面 所謂的一帶一路當中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標竿 那其他的國家呢 當然就這個望洋心探 尤其像譬如說